科技大厂人保集团召开记者会 宣布加码成立雅湾5G AIOT研发中心 高雄市长陈其迈应邀致辞时表示 高雄市政府有效率有经验 是人保最佳合作伙伴 成为全球5G应用最好的地方 应用怎样让它不仅验证 而且更能够商品 更能够把它服务模式能够建立 这个其实对于企业永续的发展 或者程序永续的发展来讲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的祈福心是希望说 在G AIOT研讯里面 高雄市政府换营的一个 所有资源政府的一个平台 能够让需求班跟人才班或公司班 能够做最有效率最信赖的一个程序 程其迈表示 智慧程式的应用就是资料库的有效运用 不仅验证还要商品化 建立服务模式让企业永续发展 市府的企图心是在5G圆区内 整合资源平台 让人才与供应端有效率的整合 就是高雄市在应用大数据的部分 担任市场之后 我们的团队其实是非常非常地有经验 这一次的聚焦照顾系统来讲 我们也跟健保署的资料库结合 就是说在指定的病人的一个风险分歧里面 就充分运用了这些资料库的整合 能够让病人在部罐做到最好的照顾 那同样的我想在各领域的应用 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这位消防也必须有效率的一个整合 来出力 来和这些相关的应用服务里面 所有的资料的一些 那所以我想 人保来我们高雄理工资长 真的要非常感谢许董事长跟团队 能够看好高雄 投资高雄 我要大家的地址 大家的十万分的一个协议 陈其迈感谢人保看好高雄 投资高雄 强调高雄的生活环境 能满足企业员工需求 多元化的交通系统 包括捷运环线、高铁与港口、机场等 方便连结到全世界